你好,欢迎来到AI学长的频道,我是小林 这期视频分享一个用AI自动生成各种类型海报图的方案 比如说像AI资讯海报,抖音乐说榜海报,行业日报等等 都可以用这个方案一键生成 AI会根据我们的需求自动获取信息,自动生成所需的海报图 此外,还可以以插件的形式对接到GPTS,COGE,Define之类的AI助理里面使用 那接下来呢,我就来给大家演示一下这套方案的效果和搭建流程 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个话题,麻烦动动你的小手,站一站 今天这套方案呢,用到的工具呢,叫Glave Glave呢,是一个非常有趣的AI工具 在上面我们可以通过工作流的方式,创建各种各样制定义的AI生成器 比如说像梗图,表情包,漫画,或者AI资讯海报等等 任何你想做的东西都可以通过这套方案来实现 它可以非常轻松,非常快速的把你的创意变成海报图片 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效果 现在呢,我已经是通过Glave这个平台,自定义创建了几个Glyphs 每一个Glyphs呢,都是由不同的工作流节点组成的 然后最终生成的图片呢,也是不一样的 首先呢,我们演示这个Daily News,就是每日新闻 那这个的话就是在Glyph平台里面啊,直接去使用这种AI生成器 它的作用呢,就是直接自动的帮我们生成每日的AI海报 比如说我要求它生成7月3号的AI日报啊 那么我只要在这个输入框当中输入7月3号 那么整个AI生成器啊,就会自动去获取7月3号的AI资讯 然后自动帮我生成7月3号的AI日报 好,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已经生成了啊 AI日报,每日AI快信,AI学展 然后日期的话是7月3号 对应的话,获取了这三条AI新闻啊 每一条新闻呢,都是配这个输入图标题描述啊,以及日期 然后日安图片呢,是可以直接保存到我们本地的啊 那这是第一个案例啊 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第二个案例啊 就是我们在Glyph里面创建好的这些Glyphs啊 它也是可以通过外部调用的 不管你是在GPTS里面,还是在这个Code或者DeFi等第三方工作流平台啊 是可以通过API接口的方式 把它包装成插件的方式啊 在第三方AI助理里面直接调用 那大家这里可以看到啊 我在Code里面创建了一个这样的机器人啊 叫AI助手新闻 然后它的主要需求呢 就是帮我获取抖音乐手榜 并且自动生成抖音乐手榜的图片啊 然后大家在这里可以看到啊 我是把这个Glyph已经是做成插件的方式啊 对接到Code里面了 那这里的话,我就直接让它帮我生成当前的抖音乐手榜图片 好,结果已经出来了啊 首先是获取到当前的抖音乐手榜 然后把当前的抖音乐手榜给我合成了这样一张抖音乐手榜的图片海报图啊 那除了刚才我所演示的这两个案例啊 创造海报类的图片 在Glyph这个平台里面 它还有很多非常趣味性的玩法啊 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 比如说生成这种头像呀 漫画呀表情包啊 都是可以生成的 还有前几天非常火的这种工作类型的模影梗图 以及这种报刊类的新闻啊 通过Glyph这个平台都是可以一键生成的 它在这平台上面呢 有海量的这种别人已经设计好的AI生成器 那在里面呢 如果是说有你想要的这种AI生成器啊 你就可以直接点击进去去使用 那这里呢 我再给大家看一个案例啊 我们就以这个比较火的工作梗图为例啊 点击进去 然后在这里呢 我只要输入我的工作性质啊 比如说我是一个AI的视频up主啊 然后它就会帮我生成这种极具反差文案的梗图啊 好 那接下来呢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Glyph这个平台怎么用啊 怎么样构建不同的AI生成器 我就以视频开头啊 我所演示的两个案例为例 第一个的话是在内部构建这种AI日报生成器 然后第二的话就是我们构建一个在扣置里面可以调用的这个抖音乐说宝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案例啊 当你注册完Glyph平台的账号之后呢 我们是可以在第三个菜单啊 直接去构建新的这个Glyphs 你构建完的Glyphs呢 也可以在个人中心里面去进行管理 那我们直接看这个Daily News的这个Glyphs啊 这个是它的一个运行界面 那么我们点击这里呢 是可以进行编辑的啊 这样的话就会来到这个AI生成器的流程图节点设计界面 可以看到我的这个Glyphs啊 它是包含以下这些节点 首先呢是要求用户输入AI日报的日期 比如说你想生成哪一天的AI日报 然后第二步的话是去获取AI日报的信息 第三步的话是提取AI日报信息里面的一些关键因素 然后第四步的话是把这些关键因素啊 在这张画布里面给它组合起来 那最终的话就可以生成一张我们刚才所演示的AI日报 我们来依次过一遍啊 首先看一下它里面有哪些节点啊 第一个大的板块呢是用户输入 用户可以输入文本图片表情头像 以及这种多选项啊 然后第二个板块的话就是一些AI工具啊 它可以根据用户的输入去调用这些AI工具啊 将这些文本图像进行处理 然后进行下一步的输出 第三个板块呢是一些基础工具啊 可以把前面生成的这个文本进行合并 下面这个JSON提起去呢就是可以把第三方网页或者API接口里面或许到的JSON数据啊 去提起出我们需要的这个元素关键词等等 那这个样式化呢就是可以生成HTML网页 或者说通过画布的形式啊 把我们以上生成的一些元素给它组合起来 最终变成一张我们想要的图片 然后下面的话还会有一几个高级的功能 像这种的话是去网页当中抓取数据 然后这的话是对接绘图的工作流 Comfort UI啊都是可以对接进来的 我们就是通过组装这些不同的节点啊 然后来最终实现各种不同的工作流啊 从而实现AI生成器来制作海报 或者说去制作这种梗图表情包等等啊 我们来一次过一下这个AI日报海报的工作流节点啊 首先是添加一个文本输入 然后我给它命名为AI日报的日期 也就是会要求用户输入你要生成哪一天的AI日报 完事以后呢添加了一个获取AI日报信息的节点啊 对应的话就是这个web节点啊 添上去之后呢这里呢我是通过API来获取AI日报的信息 对应的数据来源呢是通过天行这个平台啊 所以它的API接口呢也是API.天行.com 我们可以来到这个天行平台看一下啊 这里面的新闻资讯 里面对应的话有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资讯啊 那这里呢我是选择的人工智能板块 在天行数据这个平台呢 它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免费的API接口啊 可以通过API接口直接去获取一些我们想要的数据 那么我们注册完账号以后呢 它首先是会给我们分配一个API key 在自己的管理后台可以管理自己的API key 完事以后你要用哪个接口就去申请哪一个接口 申请完以后呢它是有一个在线调试的 我们可以接下来到这个在线调试的板块 像这个获取人工智能接口 它的参数也非常的简单 就只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对应的是key 就是天行API给我们分配的这个密钥 然后第二个参数的话就是你要获取多少条 默认的话是10条 最多是返回50条 这两个参数是必填的 我们可以直接请求测试一下 可以看到已经返回了 它的返回结果是成功 然后是把当前的一些AI日报的新闻 通过这个Json格式给我们返回回来了 分别是由以下这些之段 它的ID 然后这个新闻的时间 标题描述来源 以及这个数据图 还有这个新闻的链接 给我们返回了这样一组数据 总共是10条 OK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在Glyph里面 把它组合进来 首先是填写URL 对应的话就是请求地址 填行数据里面的请求地址 然后把这两个参数加进去 我们看一下怎么写的 应代式 后面打一个问号 这里填写对应的是key值 key的后面加一个and键 接下来这个参数是我们要获取的条数 总共可以获取到10条 那通过这样一个URL请求 我们就可以获得这样一组 加上数据格式的AI新闻 然后它的请求格式是Gate 获取数据 输出格式 我们就选择文本 Tags的 然后这里它还给了我们一个选择器 就是你要加上格式里面的哪一组数据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我是让它获取这个result里面的news list 因为其实我只要这一组数据 像code message等等 其实对我来说没什么用 那我就在这个选择器里面填 result news list 它对应最终获取到的数据 就是这一组数据 这里我们还可以在单个节点上测试一下 就是看每一个节点 它最终的输出结果是什么 因为刚才我们是通过这个API接口 获取到一组Jetson格式的AI日报新闻 我们点运行之后 就可以得到这样一组结果 对应的话就是不同的AI新闻 总共是有10条 OK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已经拿到了AI日报的信息 接下来我就要把这个AI日报 给它格式化一下 我添加了一个Jetson格式化的节点 对应的话就是这个节点 然后在这个节点 首先是输入 输入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web1的节点作为输入 然后下面就是输出信息 输出的字段 针对你的输入 你要提取哪些信息出来 我们通过下面这些设置 可以提取到我们想要的内容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 第一个的话是输出变量的名称 然后第二的话是你要在输入当中提取哪一个字段 那第三的话 如果是说没有提取到这个字段 它返回什么样的信息 这是三个输入框所代表的意思 那这里呢 其实我要提取的信息 无非是这几个 第一个的话是这个输入图 然后第二的话是标题 第三个的话是描述 第四个的话就是它的发布时间 我要提取这四个字段 好可以看到我这边是定义了一个time字段 然后一个title字段 还有一个picul字段 以及一个描述字段 然后我就可以通过这个选择器 去获取我所要的数据 那这个time1对应的话 就是这个数据当中的第一条新闻 然后它的时间是什么 我给它命名为time1 time2,time3,time10,time5 对应的话12345 五条新闻不同的时间 然后这个选择器呢 就是我们可以从web1的这个输出当中去选择 它对应的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是0.ctime 就是在这种数据当中的第一条数据里面去获取c.time这个字段 对应的话就是它的发布时间 然后它的选择是从0开始的 也就是第一条数据就填0 第二条数据呢就填1 第三条数据呢就填2 以此类推 那这里的话我就在time1的这个变量当中 它获取到这组数据当中的第一条数据里面的ctime这个值 同理这个title1字段 就获取到第一组数据当中的这个title字段 宝马汽车迎来新员工 然后描述也是一个道理 同样的话是0代表第一组数据里面的这个字段 然后psuil0.psuil 然后其他几组数据都是一样的道理 我把这些字段的数据呢都提取到 并且获取出来了 这边是它的一个输出结果 我们可以看一下 time1对应的是这个时间 time2对应的是这个时间 然后title1对应的话是这个标题 title2对应的是这个标题 这个结果呢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就到了最后一步 我们可以把它进行组装显示 组装显示呢 它现在是给我们提供了两个模板 第一个的话是html模板 就是把内容用html进行输出 并且把它编成一张图片 这个的话需要有一点点代码基础 那如果是说你不会前端的这些知识 我们可以直接选择这个看完时 通过这个画板的方式 把这些字段给它组装在我们这张图片上 那我们创建一个卡瓦的节点 然后点击这个编辑 OK它就会到这样的一个可视化编辑界面 首先呢我们可以通过这里去散传一张背景图 像这个AI日报 每日AI快信的这张图片呢 就是我提前通过第三方的这个设计平台 比如说像搞定 直接生成这样一张背景图 然后把它散传上去 之后的话 我就可以把刚才我所提起出来的这些字段 给它挨个放到对应的位置 并且把它调好颜色调好大小 好然后下面呢 是我们在加盛这个节点 加盛一这个节点 对应的话就是这个节点 刚才我们所提起出来的这些字段 首先呢是第一条AI新闻的说六图 然后第一条AI新闻的标题描述 以及它的发布时间 接下来呢是第二条的说六图 标题描述时间 第三条依此类腿 如果是说你要在这个AI日报海报图面上 显示几条新闻 那你就去做几组这样的数据就可以了 先提起出来 然后在这里把它拖进去就可以了 可以添加图片 也可以添加文字啊 好那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测试一下 在这里输入这个AI日报的日期 比如说我还是输入7月3日 然后点击Run this glyphs 然后它就会帮我们把这个AI海报图片 给我们创建出来 OK这个图片呢 已经生成了测试没有问题之后呢 你就可以点击右上角的这个发布 那发布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Glyph市场 或者说自己的Glyph里面啊 直接点进去使用啊 Daily News 我们点击进去 就会来到刚才我们视频开头 所演示的这个界面 只要输入日期这个结果就会自动出来啊 那这个呢是关于第一个案例的打造啊 AI日报这个案例的打造也是在这个Glyph平台里面直接使用的 那接下来呢我再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哈 就是怎么样把我们创建好的这些Glyphs啊 把它包装成插件的方式供第三方的这些智能体调用 那这里呢我以这个Glyphs为例啊 我创建了一个后代Images的AI生成器啊 我们可以点击进去看一下它的功能啊 这个功能非常简单啊 首先是要求用户输入热收的内容 然后根据这个热收内容啊 把它合成到画布里面 同理的话这张背景图啊 是我事先准备好的 那在后续我们实际使用过程当中 其实这个背景图你可以放一些营销信息 比如说你的微信二维码联系方式 或者活动信息啊都可以放到这个背景图上面 然后在背景图上再去合成我们想要的一些信息啊 input1就是我们要求输入的这个热收内容 这就是关于这个Glyphs的一个基础功能 那现在呢我已经是把这个Glyphs啊 对接到扣置里面了 我在扣置里面通过插件的形式 去获取到这个抖音热收宝的信息 然后呢再把这个抖音热收宝的信息 传输到这个Glyphs的插件 那Glyphs插件呢就会执行这个流程 然后最终合成这一张图片导出给我 OK那接下来呢我讲一下这个制作的原理和流程啊 首先呢我是创建了一个AI机器人啊 这个都是可以自定义的啊 然后它的prong的话就是根据用户的需求 调用插件先是获取AI新闻 或者说获取这个抖音热收宝的资讯 然后呢再调用这个Glyphs的插件工具名称啊 生成一个内容的图片 并且呢我这边是要求了一个抖音热收宝的输出格式啊 就是对它进行一个排序啊 所以它的prong的非常的简单 那重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几个插件啊 第一个的话是Glyphs深途的插件 然后第二的话是获取AI资讯的插件 第三个的话是获取抖音热收宝的插件 这两个呢其实都是通过天形API接口啊 去获取资讯的 OK 然后我们来到这个自己的插件管理界面啊 可以看一下 我们先看这个天形的啊 就是获取资讯的 我这边创建了这两个工具啊 那关于这个扣置的平台使用啊 以及如何创建天形API获取数据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原来的这期视频啊 一分钱不花白票GPT4 GPTS-DL13 在这里面呢其实我是有讲过扣着这个平台的一个基础使用 以及它的Pelagon插件啊 是如何打造的 在这期视频里面有详细的教程 那这里呢我们就重点讲一下Glyph啊 这个插件是如何对接过来的 首先是点击进去啊 我们直接编辑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是插件的名称 你可以自定义 然后是插件的描述啊 接下来是这个插件的API接口 你要请求哪个地址 像这个地址呢 包括后面这几个流程 要用到的一些参数啊 在Glyph这个平台呢都是可以获取到的 Glyph呢它是给我们提供了API接口调用的啊 我们点击个人中心 这边是有一个API接口的入口 那么点击进去之后呢 第一步呢我们是要获取一个API key 点击这个按钮 可以获取到你自己的API key 创建一个新的key 然后把它保存下来就可以了 包括这里也有一个示例啊 通过CEOL请求 然后这边是API key的验证 在这里呢填写我们创建好的key 然后这边是请求的数据 就是用户的输入是什么 用户的输入这边可以自定义啊 然后它默认是hello world 后面是这个API的请求地址哈 这个请求地址都给它解释一下什么意思 前面的话是API接口的地址 然后后面这一段呢是我们创建好的这个Glyph的后缀 它的ID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现在创建好的这个Glyph是 它的ID就是这个网址最后的这一段代码 就是它的Glyph是ID 那我们回到这个插件的创建过程啊 首先是默认的这个API地址 然后后面对应的话 这个Glyph是ID啊 就是我会通过这个插件去调用这个Glyph是 然后这边改成POST的请求啊 因为我们要给它发送数据啊 那就选择这个POST的请求 这一步呢我们要输入三个参数啊 其实就是对应的这个事例啊 首先是验证的API key 然后这边的话是输入的数据是什么啊 分别是input输入的内容 然后这个验证API key 以及传输内容的类型是什么啊 我们分别解释一下 首先创建input1 这个描述你可以自定义 或者通过右上角这个自动生成都是可以的类型 那我们就选择是treating 然后是这个自断的方法啊 input1的自断方法 我们选择body 这个是默认值是什么啊 默认值的话你可以随便填 就是当我们没有获取到内容的时候 它会输出什么样的内容啊 我就放了一个测试内容 你可以自定义 那第二的话是这个验证的API key的类型啊 这个是默认值描述也是自定义 streating 然后这个自断方法就选择head啊 这里的话在前面输入B1A R1啊 这个是默认的啊 然后空一个格在后面输入你在Glyph这个平台创建好的API key啊 其实对应的话就是这一段啊 把它在这里进行输入 那最后的话就是这个content type啊 请求类型描述自定义 是streating hay的然后默认值呢 我们就以这个json格式就可以了点击保存 然后到这一步呢 它会要求我们去填写这些输出的内容啊 输出有哪些之段 这里不需要你自己去填写这些之段啊 直接点击右上角这个自动生成 确认一下这个信息是没有问题的 点击自动啊 它就会自动去发送请求 然后自动接收到这个返回的信息 并且把它变成这一些之段啊 给我们展示出来 所以这个的话不需要我们自己去填 最后呢我们再点击测试一下啊 看它整个流程是否能走通 并且这个数据呢是正常返回的 可以看到这是发送的请求 然后这边是返回的内容啊 在返回内容有这些之段啊 其实我们要的呢 就是output里面的这张图片啊 可以看一下 它是一个URL链接 给它访问一下 这个返回是没有问题的啊 因为刚才在input1我们填写的是测试内容 返回是正确的 那就点击这个确定 然后点击右上角的这个部署啊 那这样的话 一个可以调用Glyph AI生成器的插件啊 就已经制作完成了 我们把它添加到创建好的这个智能体里面 然后它就会按照我的任务要求啊 去调用这个插件去完成任务 刚才我们的这个设例 是让它生成抖音热搜榜的图片 那第一步的话 它是调用这个天形API接口 对应的话就是这个抖音后的插件 获取到了这些抖音热搜榜的内容 然后第二步的话 它是调用刚才我们创建好的这个Glyph插件啊 把这些内容合成到这张图片 这个就是最终的一个输出 那如果是说你是想把这个Glyph放到GPTS 或者说DeFi里面用啊 它其实逻辑都是一样的 只要把这个API请求的信息啊 这些参数变成不同平台所需要的这个类型 比如说在GPTS里面是变成这个SCHEMMA 然后在DeFi里面啊也是变成插件 跟扣子里面创建的流程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们通过Glyph这个平台啊 去生成各种类型的图片 或者说各种类型的海报啊 都是非常灵活的 它给我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组件和API接口啊 以便于我们去使用它 我们要做的仅仅只是在这个画布 或者HTML里面啊 把元素进行组装 像这个背景图片呢 我都是提前设计好的啊 根据我这个Glyph的功能啊 设计好这个图片 所以核心呢 就是我们给它什么样的内容啊 不管这个内容是从第三方API接口 获取到的内容 还是说通过Glyph里面自带的这个大元模型啊 它里面是包含ChairGPT Cloud啊 还有Mistory啊 等等通过这些大元模型生成的内容 又或者说是通过扣子这类平台生成内容 并且把它发送给Glyph啊 都是可以的 它的拓展性非常非常的强 所以用Glyph做素材生成器啊 能兼容的产品就非常的多 包括像原来我在视频里面讲过的这个AI日报啊 我每天发的AI日报 就是这一期内容啊 也是可以用Glyph自动把我的日报生成 这样一张标准化的图片进行输出的 然后也可以让它直接把这个图片发送到我的粉丝群里面啊 这一套流程都是可以把它组合在一起的 灵活性跟拓展性都是非常强的 那么后续呢 你就可以通过今天这套方案啊 去自由的组合去设计自己所需要的这些AI图片或者说海报 可以大幅提升你获取图片素材的效率 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观看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内容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每周都会更新最接地起的AI落体方案和TriGPT实用技巧